1952年的三八妇女节,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驾驶飞机飞过天安门上空,到现在已经有35年了。 这期间空军的女飞行员完成了同男飞行员一样的训练任务,中国已经成为拥有女飞行员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。 空军女飞行员自1951年组建至今,以先后培养选拔出了8批约300多名女飞行员, 完成了由螺旋桨试飞机到目前喷气式大型运输机等8种运输机型的改装,累计飞行约110多万个小时, 出色完成了军事演员、运输、专机飞行、抢险救灾、人工增语、航空探测及科研试飞等任务。 女飞行员的学历水平均达到了本科以上。 目前就读空军航空大学的女飞行员已完成空中跳伞训练科目,即将进入空中飞机驾驶训练。